来看看这位女艺人唐德惠 那么她已经方宁41岁 因为保养有方 所以最近呢 也常以美容作家的身份活摇 在演艺圈 但是她却发现她的照片 接连被整形诊所 以及色情交友网站给盗用了 让她很生气 一状告上了法院 向诊所求偿200万 说起自己照片一带被盗用 艺人唐德惠就一肚子火 人家用你的照片表示 你还有吸引力 我觉得你是当事人吗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还说得出这些话吗 前年台北是寒风整形 外科诊所没经过她同意 就把照片挂在诊所 被发现之后 对方还硬要是找她来当代言人 唐德惠直接一状告上法院 求偿200万元 她就是不拿掉 最后我真的是不得已了 只好就是走到法院 我引颈期盼 法院能够还我一个公道 这件官司都还没结束 经过网友提醒唐德惠又发现 部落格上的这张照片 被交友网站po上网 冒用的人还自称老公在大陆 自己是个寂寞女人 试图以暧昧文字吸引网友注意 她立刻再报警处理 人是有肖像权 有人格的 当你的自尊被践踏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人会 会那个感觉是好受的 25岁以艳心之姿出道 当过阁楼杂志封面女郎 闯出名号 还曾爆出遭包养的传闻 1996年担任外景节目主持人 之后还陆续参与戏剧演出 曾被提名为金钟奖 最佳女配角 近年来则以专业美容作家身份 出版相关美容书籍 上节目畅谈保养心得 近年积极转型 唐德惠实在不想再和情色扯在一起 这回说什么都要经过法律程序 讨回公道 明星游陈平公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